词曲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词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总结 文字幕 李宗盛 而此离遍四门 又聚 四片离等九门 各有前十对法 则有百门 离遍于是 继而 于之 四片离等九门 聚百亦然 即为千门 千中取一 亦聚一千 于皆亦耳 则成百万 这一段 你从前面看到这里 虽然是两段 都一样的 它其实就是华言中的语言模式 它的推理方式 你说 亲中取一 亦聚一千 于皆亦耳 则成百万 你能不能够弄到万以后再取 那就变十亿了 对不对 百万跟十亿啊 都是佛教算术当中的 一个计量模式 我跟你讲 你去带着于晴自己去求证 我是懒得去求证 这样算到这里就百万 那你再算下去一定是十亿 这很奇怪啊 百万叫米娘 很奇怪啊 十亿叫米娘 对不对 这个百万跟十亿啊 东西两方啊 它们都成为技术的单位 这个叫比较大数啦 假如从佛法来讲都叫小数啦 因为十亿 十亿叫落差 那个才叫大数 落差落差 叫阿森旗 开始往下算就一大堆 一百二十四个单位 那才叫大数 其实这个也不叫大数 这个顶多叫中数 大数 因为大数是怎么算的啊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进谋为成 那一成算一数啊 这个叫做佛刹为成数 这个才叫真的大数 那这一成 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佛刹为成数的世界 通通谋为极为成 那这个时候 算一个单位 这个才叫做极大数 那个数你就不用算了 因为不可说不可说数的时候啊 不可说不可说转啊 到这个时候 在赤道上面呢 用铅笔写个零啊 绕赤道一圈还写不完 那你说 它数字有多大 那佛刹极为成数 你怎么算 这个都是一个模式的训练 那你要去训练这些模式 它这里讲啊 意涵多是总相 多非一是卑相 各无意是同相 不相同是意相 各成半是成相 不离位是坏相 此足圆容无尽法门 皆为理是无外观相 精云 如今与今色 其性无差别 非法亦然 体性无有意 讲到这里结束了 你知道怎么修吗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 搞了半天啊 怎么修啊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 从正如师观一直到敏觉无济观 是真空绝相观的本体嘛 它行法修法的部分 那这一观呢 你要有一个刑法 它这里是讲理事无碍 所以它讲的 我们在前提上跟各位讲 这是讲跟成之间的关系要断绝 那么真空绝相观是把沉浸给空掉了 沉浸空掉就没事 对不对 沉已经绝了嘛 没有啦 现在来剩下跟的问题啊 跟要攀缘啊 跟也要空掉 那这个跟程式之间的关系啊 其实是来自啊 维心事观 维心事观的 跟谁缘 然后跟不止谁缘 现在要把根啊 跟缘啊 给敏掉 缘已经敏掉了 对不对 真空绝相已经敏掉了 那么根要怎么敏掉的问题 所以都是从维心事观来的 所以我们说 你先从那个地方下手 来到这个地方是很好用的 来到这个地方是很好用的 因为你守住真心 真心 守住到这个地方以后 因为你还是有一个一在 还有一个一 那根啊 就是我们上午讲的 这个树干 这个是 这是根 那个根上面的枝 你要怎么样把它 从这最末梢的 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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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断了以后 现在要把这个地方 也毁了 这个就根啊 六根 要怎么破 六根要破很简单 五 五关的根要破 要敏 不难 四啊 最难 所以四我们另外 腾出来 那么这个到底是五关 五根呢 还是六根呢 到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到 它出问题了 因为 最后周片寒冗才要把四敏掉 那这个地方只能敏五根 不能敏六根 因为第六根 属于下一个东西 不属于这个阶段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分辨的问题啊 是有待于后贤来努力啊 我只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到这个部分 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这五根要如何敏绝 五根的敏绝无忌是 很重要的一项 在无碍上面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里啊 这些东西都存在的啊 那当然我们进入到 沉浸都 空掉的时候 就进入到内盘体的时候 内盘身啊 那你就不在这个世间生活了 基本上你是没有形象 你只是跟法相应 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这个法在你这里还不完整 因为你 你人还在 人还在世间 你还没完全空掉 这个人在这个世间 你有根要敏掉 那你不可能说 我都没看到 是而不见 听而不我没有那回事啊 你万念俱灰啊 那是不正常现象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五根对五层是会起作用的 那我们已经从枝叶一直到根本来了 这是基本的 所以我们的反应 所以我们的反应 不会做一般的 末梢式性的反应 只有根本的反应 可是这个时候 你的五根要除了 还是从维心士官来 因为这里没有再去做 这个部分 从维心士官来到这里 也是敏绝无忌观 也是敏绝无忌 这理事都要敏绝 虽然这里没写啊 我们的修法还是一样 所以你懂得一步一步来 这个部分 那现在讲周边寒荣观 大家来看这个部分 这就比较麻烦了 先分开看十个 理如四门 四如理门 四寒理门 通菊无碍 广霞无碍 片荣无碍 色入无碍 交涉无碍 相寒无碍 相寒无碍 浦荣无碍 这里面 通通都在无碍 第一啊 理如四门 四如理门 四寒理四门 第三个 四寒理四 这个地方开始讲无碍 它因为是周边寒荣嘛 所以下面最主要的是 后面八个所讲的无碍 有各种无碍 所以才叫周边无碍 那既然是这样 那很简单 就是真如四观 跟维心四观的综合运用 一直到敏诀无忌 那原来在前面修的时候 你会经过三三昧的综合运用 来到这里叫做无尽运用 来到这里叫做无尽运用 前三三昧的综合运用 前三三昧的综合运用 我说明天的综合运用 先到我们的综合运用 再调一张综合运用 再整个综合运用 再综合运用 先到我们的综合运用 所以我们想将下一个综合运用 我们再综合运用 这样讲不要干脆一点 后三三是前三三的综合运用 那么法界三观是后三三的无尽运用 你就一再的综合运用 它才能够无碍 周片无碍 那你要怎么运用 这里头根本上运用 因为后三三是前三三的综合运用 所以你的心急三昧跟色急三昧 可以在这个地方起综合运用 就不一定再从前面一直讲过来 后三三是法界三观是后三三的无尽运用 一再的运用 为什么说后三三那么重要 是我们法界三观的前行 现在是从子观上面来讲 但从教理上面一大堆 那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真心拿来运用的时候 有一个定跟不定的状况 有一个是有目标没目标的状况 所以有心地无心地嘛 那这些状况你要融合起来 所以从定到不定都可以用 从有目标到没目标都可以用 那你这个定就叫大定 它不是只有坐在那里才入定的定 它是在生活中都可以启用的 所以三摩西多非三摩西多是一个定嘛 这个定我在静坐的时候 叫端心正坐的时候是入定 在可以进到那个境界 现在呢我在动中也可以进到那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那我设定目标可以进入 我不设定目标也可以进入啊 所以真空决相关要什么目标 我要把你空掉 我讨厌你把你空掉 有这种事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我喜欢你你就不要空 有这种道理嘛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那种情质是完全消失的 它不会因为好恶的关系来论定 所以这个叫大定 不但大定 这个定啊 能够有很好的运用 所以叫正定 而这正定是大定的定 而不是小定的定 刚开始我们修维心事观 这是小定 是正定 但小 现在你到SAMATI以上了 这个定是正定 但大 是来自于SAMATI的综合运用 无尽运用 所以要留意到这一点 所以你在要了解 这一个法的修法的时候 你最主要是修的药灵是什么 我们要方法 我们要方法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就很难再跟你一个一个讲了 因为这些都是你自己 要去具备前面的 才有可能来到后面 那这一个综合运用啊 就没有四啊 四已经不起作用了 远远超过你四性的连结作用 因为四性是要跟层连结的 现在根层都没有了 你怎么连结 所以 他就要起这样无边妙用 所以这个都是真心的 没有无常心 所以四性 这个时候就要连根拔除了 所以身也不在 心也不在 你要跪在那边求啊 菩萨啊 阿弥陀佛啊 你来接应我啊 他有没有听到 他不用四性你放心 你叫的这大生 那生辰到不了他那边 他不是要生辰的 有没有 跟层次都全无啊 那你要怎么跟阿弥陀佛相应 那这个就是问题啊 那有人说 你大生念向西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口气念他诗声 决定往生 他讲一口气念十声哦 是指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去注意看看 一口气念十个南无阿弥陀佛 容易不容易 你去念念看 那个时候你大概念到第五声以后啊 你开始压缩了 你的四性会消失 因为你的意志力 无无常心的意志力啊 会压缩你开始算 所以念快没有用 但是你要慢慢念 到第五开始 哎呦夭 然后第六声 第七声 第八声 第九声 第十声 你大概什么都忘记了 完全抛开啊 我告诉你是那个意志力啊 跟阿弥陀佛相应的 因为你的无常心当中的正向表列的意志力跟它相应嘛 你那个意志力为什么要相应 因为我要去你那里啊 他咔嚓 收到你的电报啦 这个小家伙要来啦 叫他买票他只有挂号 我发愿的时候不小心说 凡是挂号我都让他进来 我没有说要买票啊 好吧既然挂号了就给他进来吧 等他死的时候再来吧 因为你是挂号的 所以只有死后才能去 我们买票的 每死都可以去 往生极乐不是要死后才去的 你因为都是挂号的 所以只要死后再去啊 但是你真修法的 谁死可以去 谁死可以去 因为一集一切嘛 你看后面这边 这三三二以后 那讲的交涉无外门 为一乏忘一切 有入有涉 一涉一切 一入一切 一切涉一 一切入一 一涉一 一涉一 一切涉一切 一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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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不懂 好像很饶舌 你看第九个 摄一入一 摄一切入一 摄一入一切 摄一切入一切 摄一切入一切 好像笑什么呢 是 第四个 普隆无外 这是更麻烦的 一涉一切 一入一切 摄一切入一切 一切涉一 一切涉一 一切入一 摄一入一 一涉一 一涉一 摄一入一 一涉一切 一切涉一切 一切入一切 摄一切入一 反正我跟你讲 这个又念的没用了 你自己去好好抹一抹 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 为此一法正设于一切 于一切入此一 将入彼一切时 繁其另彼一切设于一 于一入彼一切 将入此一法中 又此一切法正设于一 于一入此一切 将入彼一中时 繁其另彼一法设于一切 于一切入彼一 将入此一切中 出二句计而后二句亦然 同此同应 普隆无尽 完全不知道 这个你只有慢慢的去看 慢慢的去分析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你沉下去 你才可以看得到 要不然你真的看不到 光是背这些啊 你都背到昏头转向 所以这个法能入不是不能入 但是你要怎么入 就关键看这个地方 这个刑法的标准啊 我是这样跟各位讲 来到周边寒荣关这边 你前面要很熟啦 滚瓜烂熟啦 从技术面来讲 李四五外观 这个真空绝向观 要很熟 很熟以后综合运用会进入到这里 所以前面是两个观法 基本 所以叫基本常观 我们在图表上就讲 那是基本常观 那么到了三三妹才叫参禅 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这地方叫基本常观 前三三基本常观 后三三才叫参禅 参禅以后你要进入的部分 就在法界里啊 这就不是参禅的问题啊 叫法界三观啊 那一般人分不懂 搞不清楚 禅修啊 禅观啊 修行啊 禅坐啊 静坐啊 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到底他在修哪一段 我们在跟各位讲说 你修行是整体的 全套的 你一定要从前面的这个地方 开始往后走 现在你随便进一个禅堂去 你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知道的 比较正统的道场 正统的 正法的道场 大概只教你守纪念心 他其他不会讲 他也不会表达 但是所讲的一切 绝对是守纪念心 然后就讲 什么内观捷径啊 四年初观啊 皮波测那观啊 什么内色啊 内观啊 什么十字禅啊 等等啊 我跟你讲 内容全部都教你守纪念心啊 其他没啦 即使说有教你维心 事关 真如事关啊 他也讲不出所以然啊 因为内容是什么 他不知道 没办法讲 所以你要来这里学 请你放下一切 搅一百块就可以 你要老是哦 不过哪部经 哪个人怎么说 那可能要搅五百万 要涂掉你内心里头 那些已经落映上去的东西 是很麻烦的事 你要留意到 这里已经全套都给你了 那你还有杂七杂八的 那很难教啊 不是不教你啊 是你自己的事啦 要怎么教啊 这是关键 关键所在 我刚才好像是说 把这一个图画在这里 这一个 画在这个地方 比较不会占那个位置 可以吧 这个地方 这个 可以吗 我画在这个地方 不然好像太长了 这个发菩提心 就修行开始线嘛 这个上移过来一点 这就不要 可以吗 因为这个空位移到这里来 所以基础 基础的部分啊 你一定要弄好 你先从这边进入 或者进入以后 再来搞这里面的 都不要紧 知道吗 或者是先从不觉本觉 这个始觉开始再进来 那是最科班的 那假如说你进来 这里进来以后 再搞这里也可以 反正你 灵性种子要诞生 一定要经过这一段 就对了 可以缩小一点往上 可以缩小一点往上 才不会去挡住那里 在进化产的上面 就可以做入口了 进化产那个可以往下移一点 可以啊 在那里就可以了 那空间一定要那么大 这个可以下来一点 它也可以下来一点 这框框一定要那么大 这也是专业 我们外行指挥指挥啦 叫他怎么做啦 你要知道做这个 多麻烦啦 都是外行人有意见 搞为要公为 你要特别小心啊 这样你移过来一点 就比较好啦 因为你那里头 涉及到后面这个地方 会太出去 这个角落 你这边就可以靠进来 OK 好吧 这个是讲给各位能够了解 事实上这个都要自己下功夫啊 我们知道 中国禅宗啊 在这个 这个 其实都是 满清以前的东西啊 续乏是已经明目清楚的人了 他所整理的也 其实都是唐朝的东西 唐朝到现在一千多年了 平均来讲啊 一千五百年来 那那个时代 那那个时代 一千五百年前的 那个时代 是 法杖 是清凉国师 他们在努力 建立的时候 那么能够 把这些东西整理的这样子 已经不得了啦 好 我们这一代 我们所需要的 是把它给系统化 所以我 我试着把它给这样系统化 历史上还没有 还没有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 希望给大家 有一个很好很完整的一个指导 而给我们子孙啊 有一个可依循的东西 这个地方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可以说 可以说大概完成 还没有完成 因为 这个 不供北远的最高境界 是十玄门 他也整理出来了 从杜顺 至言 到 法杖 到清凉 有新十玄跟旧十玄 跟旧十玄 这十玄呢 还不止这个样子 它当中还有调整过 新旧十玄当中 调整的还不少 我们看看 后面呢 它怎么来介绍这个部分 初二门极为总义 你看这个刚才十门啊 初第一第二门是总的意思 能成后之八门 由间理事无碍 由此二故 得有事事无碍之意 属事事社 有没有 第一个 还有理事无碍的意思 有这个地方 才能够转入事事无碍 才有这个 周片寒荣 所以我们说 从第三开始 就进入无碍境界了 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无碍 第二个就讲十玄 这个无碍里面才产生十玄 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啊 假如有碍的话 这十玄就不能成立了 而且这个是事事无碍法界 不是理事无碍法界 十玄本是属于事事无碍法界 所以是不共北远最高的境界 那么第一个叫同时俱足相应门 这个是很麻烦的 我们跟唐太宗是同时的 你能相信吗 所以我们曾经讲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曾经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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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那一天 乾隆皇帝跟他的儿子嘉庆君讲 说古早古早以前 有个名称族 跟他的儿子说 要说一个故事 说古早古早以前 有一个人 叫唐太宗 唐太宗跟他的儿子说 古早古早以前 有个江泽宗 叫做汉武帝 汉武帝跟他的儿子说 一个故事 到底哪个故事 说古早古早以前 有个江泰公 在钓鱼 这个是讲 法言的特色 叫十四 说过去 有过去的过去 过去的现在 过去的未来 现在 有现在的过去 现在的现在 跟现在的未来 未来也有 未来的过去 未来的现在 跟未来的未来 这叫九四 九四共一念 叫做十四 法言讲的不止这样的十四 那你从刚才讲的 过去 有过去的过去 乾隆皇帝是不是过去 对不对 他讲到明称主 就过去的过去 那明称主再讲唐太宗 又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 唐太宗又讲到汉武帝 又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过去 然后又讲到 汉武帝讲到 江泰公 他就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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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过去 那过到哪里去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无尽了 就变无尽 这个无尽 同时聚存 现在已经都讲出来了 对不对 这叫同时聚主啊 不只过去同时聚主 现在也聚主 未来也聚主啊 这个同时聚主啊 是你 我讲你哦 我没有固定讲谁啊 你不要以为我再说你 你就在那边高兴哦 要具备历史观的基本条件 你没有同时聚主相应门的能力 你就做不到 你永远都在无常中 这是一个要领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广辖自在无外门 无外有很多啊 这个无外是真的无外 广辖自在 能广能辖能生能说 都很自在 都很自在 第三是一多相容不同门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叫一多相容 诸法相及自在门 就相及相离啊 相及门 秘密隐显聚成门 有险有隐 前面也都讲过了 维系相容安利门 因途若望境界门 托世贤法生解门 十四格法议成门 刚才讲了 主办原民俱德门 那么最常讲的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高境界的 就是主办原民俱德门 那么这几个啊 它其实是按照清凉来讲的 这个叫新十玄啊 新十玄 还有旧十玄 那它按照新十玄 来跟各位做介绍 那同样的 这个并没那么容易 这个老人家举例很简单 讲给你听听看 你到底搞懂不懂 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大家都看得懂 因为白子写黑字 你都懂 放在一起就都不懂了 我也相信 不是瞧不起各位啊 肯定你也看不懂 肯定你也看不懂 好 这是约理 遥远 它叫做四项解释 这些名词的部分 第二个四名 又于前十中取一四法 名聚十门 第一同十门 这个四门呢 它是用一叶莲花来做举例 来说明这三千大千世界的种种状况 我们看第一跟第十 同十门 一莲花叶 或一围成 集聚教等十对 同时相应 聚足圆满 亦聚后之九门 集笔门中所聚教等 以四种故 华葬送云 华葬世界所有城 一一城中见法界 一城上聚 何况一夜 这是第一个所讲的 还是回到 这个教义一对 那边开始讲 这等等 那里面骗局啊 第十个我们看主办门 为此华业 礼物姑且 以碧色无量眷属围绕 今云 此花 又拾世界为城树花 亦为眷属 举花继而 一城等事亦然 事法继而 于教义等亦然 这文学造语很好 古文的基本素养你要有 不然都是这种文字 非常简念有力 我念起来摇头放脑 事实上是 根本就看不懂 我文学底子很重要 所以从前面开始你要熟读 你今天发愿 想把还原的理论给弄好 很抱歉 第一个工作 先熟五教语熟背 就这么简单 其他不管你光把这个背好 经文已经背很多了 这里面很多经文 我跟你讲 会背的内容都背起来 不会背的就晶云 回向济云 出现品云 然后云什么云 云 云 即将云 会背的背内容 不会背的就背 两点以前那个 子曰子曰 不要笑 我跟你讲是真的 第三个欲弦 诗则实门 亦即生缘 若非辟欲 稀能了策 秉然其限 有笔戒贫 戒贫 知道吗 不懂 我就要讲故事了 具足同时 方之海滴 一多相入 等虚世之千光 云显俱成 四秋空之片月 重重交映 若帝王之垂珠 念念圆容 泪细梦之今世 法门沉沉 沉沉 如云起于长空 主伴片舟 内心围于北极 彼此相及 像百般之巨 体衣一金 广辖融通 此境此之境 影现千里 这都是举例子 跟我们说明的 并次 所以次帝者 同时门 已是总顾 冠于九门之初 同时巨足相应门 别中千变广辖门 有广辖无碍所片有多 以己一望彼多 故有一多相容 第四 由此隆彼 故有相及门 第五 由互相舍 故有相入门 以解门 相及门 由此舍他一切其舍 彼舍亦然 故有维系相容 由互舍重重 故有帝王无尽 由既如帝王 故有托世嫌法 由上八门 所以有十四议程门 由法法皆然 举一 谁举其一 即便为主 连带缘起 则有主办 此十选门 同一缘起 无碍缘容 谁起一门 集聚一切 又此十选 准前开立 亦有三意 准前一门 圆开为始 且淤逝如礼门 他一个一个 跟你做说明 余前十门 或开或合 分立为始 他就一个一个 一直展开 然后又各开为始 然后又各开为始 解显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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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重点是 这让你知道十选是最高境界 其实十选就跟三观一样 要讲没那么容易 这后面是一大篇课程 那三观里头要跟各位讲 结论已经出来了 从 从 这个 真如师观开始 一直到 敏觉无济观 修真空觉相观 直迫地水火翁空五成 好 第二 李氏无爱观 是从 唯心师观 一直到 敏觉无济观 是破根性 这个 根层接破以后 综合运用 就用真心 就把四性拿掉了 所以周边寒荣观 其实本身不难 大概你前两门成就 这一门就没问题 问题是工层面 你没有工层面 在里面就空空洞洞 所以当你工层面 一进行的时候 其实 十五外门就起来了 虽然里面是写八门 两门还是李氏无爱 后面八门是四氏无爱 但是他所成立的十学门 那最后功课就大了 十学门要再讲 还都是理法界的东西多 虽然它是四氏无爱 但是你那个基本架架 不够健全的时候 你无法了解 无法了解 这个部分呢 有空我们再来谈这个部分 因为它所涉及到的 已经是旋之右旋 它本来就是 这个型号上本体界的东西啊 所以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它本身所涉及的东西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去具足这些条件才有可能 这是我们在这里啊 跟各位所提的 让各位了解一下 大概法界三观啊 我们跟各位谈到这个部分 你要留意到这个 整个修行的部分啊 这一张啊 已经跟你讲完了 很好用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你要怎么用 我是希望啊 你还是要从基础面来 各位一开始进来就是这个 研究所 研究所按照学分来讲啊 学智来讲啊 是很高的地方 没错 可是你的基础不够的话 这些东西全部变成知识 那个心是什么 你要泡多久才会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讲生命生命 真理就是生命 你会把真理变成知识 没有办法把真理变成生命 要把真理变成生命的觉受 那心的运用 它有真望 有能锁 心的真望能锁 你要去感觉得到 那个 那个 死觉 不觉 不觉 本觉的东西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 讲清楚 说明白 不然没办法 你可能会背 也会讲 但都是知识 这样把那个 那个 那你就拿不出来 那你就拿不出来 你现在所讲的是教跟义 教跟义 法你还讲不到 你知道吗 那个 教所指的那个 你要讲得出来 你要讲得出来 那法的那个 部分呢 就你所讲的那个 刚才讲那个也不能用 对不对 要敏诀无忌的话 那你那个也不对啊 那那个是什么 教的那个都不对 对 那那个对的是什么 那个叫法 所以那个法所指的真理的存在的那个东西啊 你要是没有办法感受的话 这些龙北通 都不通 所以在 佛法里头讲的东西 它绝对不是知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行法也不是行事 所以我们在进行进化工程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 运动 其实不是随意积的运动 它是不随意积的运动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它的运动不是肌肉运动 是内脏运动 你都感受不到 为什么要做内脏的运动 它还不是你讲的那种运动 它只是按摩 让你的内脏啊 有一些死角啊 把沉积物啊 给排除出去 这样你就 发生 真正的恢复健康了 这个是很具体的东西可以讲啊 那么那个比较抽象的那个 什么法啊 教啊 义啊 什么中啊 教啊 官啊 你 你 你不要一直瞪着我 我好像讲得很清楚啊 好像啊 因为你听起来 其实有点奇奇怪怪啊 不是说我讲得很清楚啊 没有啊 我在讲是没有讲错 这个地方我不能保证说你一定不听错 因为换你再讲一遍的话 我都昏倒了 不是你昏倒 我要讲得越清楚你越昏倒 给你再讲回来我就昏倒了 所以这个东西关键在你下功夫 你自己要下功夫去耕耘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不然不可能 讲我们都可以讲 讲给你听没问题 那你自己那个功夫没下的话 这部分你弄不来 这没办法的 好吧 我们三观啊 大概就简单的跟各位讲到这里